早四啊 早四啊 問一下 部長問一下 問一下基隆 基隆市民的路 基隆人自己決定嗎 現在是部長替基隆人決定 而且就像原話有在裡面說 基隆換台鐵 根本是狸貓換泰 基隆換台鐵是狸貓換泰 這件事情怎麼看 基隆決定應該是談了大概20年 過去是一直找不到路 現在好不容易找出一個路 他可以服務更多的使用者 我們第一階段還是從南港做到巴督 然後在巴督做轉印 先由基隆市民先習慣 在巴督轉印 再用這個捷運的方式來執行 那第二階段 希望是在第一階段做完 然後營運正直 那這可能是十年以後的事了 所以我想說 昨天只是拋出一個從規劃面跟營運面的一個看法 但是他這個決定 可能是在十年後 由那時候的人 那時候的想法 再來做決定 那現在只是拋出大家想一下 可能到那時候有不同的想法 或許那時候做的決定會比較正確 那我們當初要決定基隆捷運 然後配台鐵這件事情 我們事情 包括林佑翔事實上的討論 不然你們昨天 他公開的話 跟你們討論這件事 一直有兩種聲音 一種就是 在交通部的想法 就是二則一 但是地方 因為他們對台鐵的感情 以及他現階段 對於台鐵的便利性 所以我想說 在這兩個方向 我們都納入我們的方案評估 但是第二階段是 還沒有那麼急要做決定 只是拋出一個課題出來 所以我想說這部分 還是第一階段 這個捷運服務以後 看大家那時候的想法怎麼樣 再來做一個確定 謝謝